当年蒋介石是被哪位高人指点,退路选定台湾了,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了国民党首府南京,老蒋知道自己大势已去,只能选择退路了,摆在老蒋面前的只有三条路,一是西南,二是海南,三是台湾,到底哪里才是自己最后的栖身之地?老蒋彻夜难免,就在他举气不定之时,一个神秘的高人出现在他面前,这个人给老蒋指了一条名物说,推手台湾,这个人叫张祺云,这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老蒋的命运。 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张祺云,他来自浙江宁波银县人,他在历史上也没有留下太大的名气,但他却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大师,精通地理和历史。 张祺云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期间,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,结识了老蒋身边的重臣陈布雷,陈布雷号称老蒋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,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。 陈布雷对张祺云的学识非常的佩服,他把张祺云推荐给了老蒋,给老蒋指明了只有退守台湾才能真正的立于不败之地,并分析了退守西南,海南存在的重大问题。 张祺云认为,退守西南是下策,虽然西南东有长江三峡,南有横断山脉,北有前女,地形凶贤,在地理上一手难攻。 但西南与内地联系太紧密,长江那么大的天然屏障,都难以阻挡解放军的威势,西南群山根本就挡不住,这条理由老蒋非常认同,感触更深。 而海南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,海南离广东太近,穷州海峡又太狭窄,渔船顺风一日即刻到达,更无闲可守,退守海南绝不可取。 这样比较下来,退守台湾的好处和优势就显现出来了,台湾与大陆隔着一条台湾海峡,最宽处约410公里,以当时解放军的海军条件,不足以展开舵海作战。 国民党以海峡天险为屏障,进可攻,退可守。国民党可以在此到养精蓄力,待时机到来是在反攻大陆。 除了台湾海峡的天然屏障之外,张祺云还向老蒋详细说明了退守台湾的五大优势。 一是,台湾气候适合农作物生长,可以供应千万人的农产品需求。 二是,小日本在台湾留下了工业和交通基础,发展经济有着天然条件。 三是,台湾战略地位极其重要,对于美国而言,台湾也是一个制衡苏联的永不沉默的航空母舰。 四是,国民政府从小日本手里收复台湾之后,台湾原住民对国民党有归属感,便于控制。 五是,台湾相对封闭,地下党活动极少,不像海南,有穷牙纵对这些地方武装。 张青云逻辑严密地分析,彻底打动了老蒋,又经历了几次深谈后,老蒋下定主义,退守台湾,并做了一系列的部署。 他派自己的第一心腹陈诚先行赴台主持政务。 此后,老蒋向台湾签去了军队和设备,金融,教师,医生等各类人才二百多万人,允许黄金九十二万两,银元三千余万元,外币八千余万美元,以及各类珍宝,果安。 老蒋靠着这些官兵和金银,稳定了台湾的政局和金融,也彻底控制了台湾的军心,民心。 后面的是大家比较熟悉了,发动金门岛战役,后面的朝鲜战争爆发,解放台湾的计划只能推迟。 最后想说,台湾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,海下两岸的人民也都在盼望着祖国能够早日统一。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,收复台湾问题一直按照预定的计划前进,绝不是那些搞台独小人妄想所能阻挡的,台湾必将统一,宝岛也必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。